您好 我来自360时尚的代表 请先介绍一下您自己跟你的品牌 我是那个现在还是在校学生 是中央美术学院的大三的集中系的学生 然后呢 我是于今年的之间 创立这个工作室吧 应该是准确来说叫工作室 然后我就只要我的客户对象 有办法就是买女的 然后我创立这个的就是 我的设计里面最主要就是 希望设计的女人如水 因为就像水那样 就是它可以是液态的 气态的 就是希望把女人的这种多方面的感觉 给呈现出来 希望我的衣服能让它们可以多方面的呃 呃 去呈现 就不是说局限于它是女人的油 或者其他 我就希望我的衣服能让它们多方面展示 嗯 那请问你知道我们公司 就是三六零时尚吗 嗯 其实刚好就是 你们之前就给我们联系的时候 就去大概的了解了一下 我觉得就你们公司就是一个 嗯 不错的就是 做一个 一个新的平台 对对一个的推广 嗯 那据你所知道 你觉得在中国这个市场里面 是用线上的推广方式 比较呃 比较有效率 或者流行 或者说线下的方式 就比如说零售店啊 呃 还是一些呃 比较传统的方式 你指的是推广 是吧 对 推广方面 嗯 我觉得其实两方面都有需要 因为 比如说你看就是 他现在上班局真的 一般都是对着电脑 但是他们下班的人对着是限制 所以我觉得其实两方面都很重要的 最主要就是 猪猪他们客户 会经常面对什么东西 就在那一方面找出 所以说这是最重要的 其实其实线上线上 我觉得不需要说 把他们区分的说 一个更重要一点 因为把一点客户群 他们所面对的就是 两方面的比重几乎是 几乎是相等的 就不会说太有太大的差别 嗯 那请问一下你现在的品牌 有使用怎么样的方式去推广呢 你有用微博 微信吗 嗯 我最主要现在的方式就是 以个人的网站 还有微博 就线上的话 然后线下的话就讲就是 店就是店铺里面的一些招贴啊 哦 好 那最后 你觉得对西方的设计师 要来中国发展的话 你对他们有什么建议呢 我觉得西方的设计师 如果想要中国发展 首先要以中国的思考方式去思考 对 这是最重要的 因为我觉得穿衣就是看个人 就是个人客户喜欢就是喜欢 所以就是你得了解 中国人的思维方式 嗯 了解我们的文化 对对对 文化其实他了解文化不一定了解思想 就是最主要还是说了解我们的思想 就是 比如说中国人他虽然保护 但是他也敢穿 就是 消费模式 对对对对 消费模式还有他们的一种习惯 嗯 还是得了解中国人的思想 就是 即使是中国 中国国的海归什么的 我相信他们的专业的思想里面 好 谢谢你 嗯 嗯 这次的摄影的地步 最主要是一个 收视摄影师摄影的 然后他 他的话 就主要经常注意一些 他的收视发布会的活动 然后呢 我这次为他摄影的就是 是一个中国风云年的 我的灵感来源 去 去于一个 在广东一个佛山 一个叫祖庙的地方 上面的 一些 他的一些图画 一些毁形图案 呃 之类的 然后我这次采用的是 嗯 就是还有那个 润米 嗯 出色鱼 然后呢 主要设计 就是 他的整个的破型感 破型感 然后让他是有一种 柔中带刚的感觉 就不会说太过 通俗强调他的 修部的女性化 这个我是把他的 胸部的 那个女性化的特点 给解脱了 然后最主要通俗的是 他的腰部的线角 嗯 然后还有特别通俗 就是让他的那个 颈部 颈部的那个线条 更加更加修长 因为 通过这个的小V 就可以让他整个人 看起来的 那个 那个脖子 会更加的修长一点 嗯 然后我就是 还用了一些 这些图片 给他修一些 就是在那个 妇妙上面的 一个窗户的 一个 一个 一个栏杆上面的 图案 但是我没有全选用 就是选用了他的 一部分 要用了 呃 黑色的亮片猪片 还有黑色的 磨砂猪片 去给他做搭配 然后是用人工 呃 手工的去红制 大概这个 这一片图片 也红制了好几天 然后里面就是用一些 特殊的材质 把它 把它那个 整个 胸部的那个 线片 给你 支撑起来 你就能看 你就能 他就能 腻起来 然后他会走光 啊什么 然后他这个 侧边 他侧边还 会开了一条小缝 但是呢 我就只是 里面的 里面的那个 李子给他 开了一条小缝 然后外面还是 外面的顺鱼 还是 没有开封了 然后让他有一个 小性感的一个 就是这样 然后这个 我的客户啊 他各方面 都是长的 他都非常的 满意这样 好 谢谢